你 爹肥犬 搭着一边低谷 没有偷想的武信 山口 你个老狗 你牙儿武信 你根本不了解 一边武信的精神 我不管你什么狗屁武信到精神 赶快把周建民给我放了 杰月娟 你不喜欢 你的朋友的学健大致 崔建飞 快点开墙 把这个小鬼子杀了 不用管我 杰月娟 快点开墙 你这个傻瓜 你快开墙啊 杰月娟 杀了他 杰月娟 杰月娟 你等着 咱们后备有期 杰月娟 快点开 放开 坐 鬼子来势汹汹 看样子是集结了重病 想称我们利族畏稳 杀一个回马枪 从敌人的虎虐密度来看 山口肯定把所有的重虎虐 都带了过来 看样子 山口是下了血本了 他太狡猾了 崔铁飞提出人质交换 恐怕是正中了他的下怀 这就是调虎离山 他先把崔铁飞支出去 然后再打马场 许团长 你有什么想法 我的想法是 我们昨天刚刚逗配了马场 这马场要丢了 也太狡猾了 这老百姓呀 对咱们的就是不会信 我们还有半个团 还有一部分铁卫队 这加在一起啊 有五六百人 这马场镇的防御攻势 是鬼子留下来的 我认为值得坚守 依我估计 最晚后天呼啸 军区派来解围的兄弟部队 一定会到他 这个我相信 援军当然会来 我们要坚守 而且一定要守到那个时候 只是 恐怕这正是山口打得如意算盘 这怎么说 上一次日军进攻马场阵 用的就是围点打员的战术 对马场围而不打 吸引我军主力来救援 消灭我军的有生力量 这一次我怕他顾忌重演 如此说来 山口这个回马枪杀得大有讲究 你有什么想法 说出来看看 以我之鉴做战略转移 主动放弃马场阵 放弃马场阵 可现在铁飞同志还没回来 我们这么一走 那他怎么办 徐团长你放心 崔铁飞我了解 他绝对 不会往山口的枪上撞的 我相信 他应该会在附近等待经营我们的 好 既然这样 我同意转移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神 再坚持一会儿 等到黄昏后 咱们趁着夜色转移 好 我去通知部队 叫大家呀 做好转移的准备 团长 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做 什么事 既然小鬼子那么想占据马场 那么 我们就给他们留下些礼物再走 礼物 没错 最近铁工会不是运来了一批拳头产品吗 你是说那些轰隆隆的铁格挡 好 咱们哪 这次让小鬼子 尝尝鲜 抜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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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眼睛和眼睛的眼睛 何百人もの人間的眼睛 可 你 你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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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逃走是否 但我失去 我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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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你去 我去家的隅々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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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かりました 分かりました 最后一年 更加密集团 导演 森林家 全集团 森林家 何故 各家 今 地面崩落了 恐怕 被贞同们が 地面崩落了 是不可能 那些傢伙 我把你殺死 閣下 你不想做一件事 那你也不想殺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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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都可以殺死我了 我都可以殺死我了 要不要 各課 掌封印和翠铁肺炎是重要的 但是书院现场的安全是更重要的 现在県上的兵力是薄 如果被俗人移动 你也要把我和人攻击的心情有所谓的心情吗 考慮一下方便 爸爸协调了但是 父亲本位等似的フェ的脚踢是失了 如果他们的地雷和地下道是图的作战 我只能打算打算 中文字幕君 你还能够修装修装修 能够修装修装修 其他部队是 是 战争 是的 山口撤退了 看来是住不惯咱们马场了 大队人马都已经走了 马场必然空虚 咱们正好杀个回马枪 接着围攻马场 好 让他们顾头顾不上定 上高太队 您不必烦恼 马场毕竟是崔铁飞他们的老巢 想一举歼灭他们 确实不容易 铁队是我下去内地独留 崔铁飞 更是幸福大方 崔铁飞一里不缺 我们永远明日呀 阁下 请给我一只人马 让我杀回马场就消灭崔铁飞 崔铁飞一里不缺 最大的 野戦には向いてない 周晨ちゃんの麻雀で ツイートウィヘを やっつけることは難しい だが 一箇所だけ 必殺できる場所がある 小三尾地方 ここだ 初揚县長 嗯 そうだ 奴らを袋の鼠にできる 報告 入れ 電報です 読め 敵主力が馬馬を攻撃 鉄鋰隊以外に紳士軍の兵団も増え これ以上は持たえられない 増援を頼む 変で 守秘を固め援軍を待て もし失敗ば 軍報回帰にかける 以上 はい 馬副隊長 在 你可知道 我為什麼叫你來嗎 屬下不敢 網自揣渡 這是一番機密作成計劃後 兵力不適度 你把他帶回家去吧 太階 您的意思是 我明白了 姑娘又喝多了 這大白天怎麼就喝多了 趕緊拿勺子 把他扶進去 姑娘 慢點慢點等一等 哎呀 怎麼喝那麼多呀 是 嫂子 哎 這沒你笑容你下去吧 是 我 未必要送你 我 我 老闆 垃圾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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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收到沈岳同志发来的电报 内容是善口新的作战计划 新的作战计划 怎么说 电报上说 山口借用马场的形势很危急 决定以马场为核心 调集舒阳县城所有重兵 要和新四军主力决战 口气倒不小啊 山口是妄图 想要一战吃下新四军主力啊 他也不怕把自己给撑死 这份作战计划一旦执行 这就叫敌进我进 他们打上门来要和我们决战 我们就绕到他身后 抄他的老家 让他手尾不能相顾 两头起火 没问题啊 火烧后院我最拿手了 打小我就干这事 还有 周老师还被关在舒阳县城的 日军医院里 必须设法营救啊 你就放心吧 我保证完完整整地 把周建民那小子给你带回来 你们一定要谨慎 等日军主力 彻底离开舒阳县城之后 再展开行动 到时候 沈岳同志会接应你们入城的 好 又能见到沈岳同志了 你还能见到另外一个人 谁啊 徐凌芝 这份情报 就是他交给沈岳同志的 红阳 我想跟你说 不管我见到谁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我知道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能逞个人英雄 知道吗 放心吧 倒是马场这边 我不放心 这山口来了 我们铁园队又不在 有我和徐团长在呢 这两天兄弟部队都往这开拔了 山口来了 讨不到便宜的 我走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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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 嘘 太好了 鬼子果然清朝出头 哥 咱们什么时候进城啊 先别急 你们在外头先等着 我先进去摸摸 等我的消息 记得了点啊 再等他 哥 你小心点啊 铁飞 我们又见面了 是啊 来 坐 来 这次多亏你的情报了 这次啊 多亏了许凌芝 我想她也很想见你 我进城的时候 看到鬼子已经开发了 估计这次的情报应该没错 对 我们的交通员也发现了 今天早上 城里的日军主力都不见了 那既然这样 我就招呼兄弟们进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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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隊は一時ここで待機する 命令を待て はい この場で休憩 待命します どうぞ どうぞ 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 我出去转转 怎么了 不许去 回去待着 马远途你想干什么呀 我出去转转怎么了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今天不许你出门 跟我在家老老实实待着 回去 我就要去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就这样 不能这样 别管 马远途 你长本事了 学会打老婆了 你算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你要不是我老婆的话 日本人早就把你给毙了 你今天跟我在家老老实实 待着 薪许还有一线生机 回去 当家的 我这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为了我 为了我你勾结赤粉 为了我你给崔铁飞通风报信 为了我 你不知道我是给日本人做事的 你这是要我的命 我这是救你的命 就因为你给日本人做事 沈岳他们盯上我了 非逼我送情报 你说如果我不送 他们就要过来杀你 杀我 杀我 笑话 这树阳城市他们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吗 我今天倒要看看 谁杀谁 万一呢 伤口他们家都能来去自如 崔铁飞的本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让我以后一个人怎么活呀 你傻呀 我有日本人罩着 崔铁飞早晚要死在我手里 我爸妈都不在了 你就是我的主心骨 我怕你有个闪失啊 我的姑奶奶 只要你不给我添乱 我就烧高香了 我知道他们的地下交通站在哪 我带你去好不好 就当我戴罪立功了行吗 死瓦 地下交通站的事 你就不要再管了 人家日本人的宪兵队 早就盯着他们呢 今天城里面有大事 你给我老老实在家待着 记着 不准跨出这个门槛半步 等我回来 我带你去向伤口求情 锤子 把他看紧了 哎 我带你来 我 jedes我 你都一定会成功 我觉得你能不能 那个人还是闭嘴 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第一个人在地上 你仅管一个人在地上 你这些人在地上 你这有什么人在地上 就按理说 我是你妹 你是我哥对不对 你看我现在被人欺负了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 也不搭把手吗 干爹对我有养育之恩 你对我有兄妹之情 不过你放心 远途已经答应了 他会在山口泰军面前 为你说情 这话你都信 这老马从来都是为了 自己不择手段的 我相信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一开始他就瞒着我爹 去勾结日本人 我爹和我姐夫 都是间接被他出卖的 锤子哥 你想啊 我要是真的落到了山口的手里 那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 到时候那个 老马都自身难保 他根本不会为我求情的 可 可 可是 别再可是了 再晚就来不及了 哥 小姐 你这干啥呢 我出门买点东西 不可以吗 马哥吩咐了 他就不让您出现 那是上午的事了 刚才我已经跟他说了 他说可以的 不信你问锤子 你不说 这事问我 我哪知道 走呗 别买 走 走 快 回这儿 锤子和夫人跑了 你说谁 锤子 给我追 给我起来 追 走 走 快去 走 走 走 快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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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食十五 食 追 追 把枪放下 跟我回家 好 要不然你锤子哥 就是你的下场 文静 来 李迟 李迟 没事啊 没事 没事 再回家啊 再回家 走啊 我 我知道了 什么情况 许凌芝牺牲了 牺牲了 怎么会这样 具体的还不知道 刚接到的消息 是几分钟前 许凌芝和锤子 跟马远图带的特务队 在街上打了起来 死了好多人 许凌芝和锤子 被马远图给杀了 是马远图杀的许凌芝 马远图狗王八蛋 他 连自己老婆都杀 铁匪 我觉得许凌芝的身份 肯定暴露了 他不过一切冲出来 就是为了要给我们 传递消息 你是说 鬼子的这次行动是假的 是陷阱 没错 他不惜以生命的代价 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这个 你赶快去修行动 你赶快去修行动 等一等 让我想一想 好 许凌芝的死 动静闹得这么大 书阳城的人都知道了 山口老鬼子 肯定以为我们识破了他的奸计 这时候 行动就会取消 如果 我们将计就计呢 那怎么才能让山口知道 咱们取消行动了呢 没有 我有办法 我马上破坏掉所有的交通站 让同志们 带着家人和朋友 搬成铁卫队 从本门冲出城 做出 全部撤退的假象 这样能行的同胞 应该没问题 现在小鬼子搞外送内警 本门的防守很疏漏 事不宜致 说干就干 山口要杀回来就晚了 走 出城啊 是 走 吃 你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许林芝从家里逃了出来 想去给崔铁飞通风报信 但是没想到这娘们竟然当街开枪 我实在没有办法将她击毙了 死了 是 包括太军 娘们坏了黄军的好事 死有余辜 但是动静闹得太大了 应该惊动了崔铁飞他们 我猜他们觉得自己的计划败露 就从北门撤退了 真的撤退了 是的 我已经问过了伤兵 他说 看见了崔铁飞 混蛋 马晏 你这个飞物 连个女人都看不出 你怎么还不自身心啊 报告伤口阁下 我确认私有余辜 但是现在军行紧急 这是诱人之际 还请伤口阁下 先留下我这条命 等我杀了崔铁飞 我再以死谢罪 请问 怎么下次一跌飞啊 铁飞队已经逃出城了 应该一时半会不会再回城里 不如我们按照原计划 全力增援马场 不许划 在那个地方 与新四军 决战 这跟沙子与铁飞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崔铁飞他们逃出了城 只能回马场和大部队会合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 把他们连给我断了 好吧 今天就这样了 麻烟的 你留下来 写着铁内军 遵守守养残 如果再有意外 你不要活下来见我 是 我一定鞠躬尽瘁 死而后瘾 他人人 他人人 我和一人一起出发 麻烟 麻烟 去吧 是 哎 选小姐吗 你预定的货已经出城了 对 很好 我知道了 怎么样 小鬼子中计了 山口带着大部队 向马场出发了 好 太好了 今天晚上咱们就动手 一举拿下树药账 崔队长说 如果小鬼子中计的话 咱们就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 他会首先控制被门 开门让你们进去 然后拿下树药账 好 我知道了 好 四妹 通知大家休息 养精趣锐 准备晚上行动 是 报告了 各官 判明了 敌人是新史军约海区的一团 兵力是千人 他还有二个大带 昼大带 是 夜だろうが 奴らには逃げる隙を与え よし 明日ここが奴らの墓場と化す